随着农历七月的到来,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鬼月,同时也是生肖蛇的吉祥时期。 根据天干地支的循环,今年的特殊天象与地支相合,未属蛇的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好运气。 在《易经》的卦象中,蛇常常与前卦相联系,象征着天行剑,君子已自强不息。 蜀蛇的人在这段时间里,将会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动力和能量。 牵挂的特质是积极向上,不断进取,预示着蜀蛇的人在事业上将会有所突破。 无论是寻求晋升的机会,还是创业者开拓市场,都将得到天时地利的相助。 从天干地支的角度来看,蜀蛇的人在今年的农历七月中将会遇到陆和吉星的照耀。 陆和星代表着和谐、合作,这意味着蜀蛇的人在人际关系上将会得到极大的助力。 无论是与同事的协作,还是与合作伙伴的洽谈都将顺利进行,为事业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。 在财运方面,蜀蛇的人将会迎来一波强劲的上升趋势。 根据易经的卦象分析,大有卦的出现,预示着财富的积累和物质的丰富。 蜀蛇的人在这段时间里不仅正财稳健,而且偏财运也十分旺盛。 投资和理财方面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,但同时也要注意风险的控制,以保持财运的长久稳定。 在感情生活上,蜀蛇的人也将得到闲挂的指引。 闲挂代表着感情的交流和感应,预示着蜀蛇的人在感情上将会有新的进展。 无论是单身者寻找伴侣,还是已婚者深化关系,都将得到月老的红线牵引,享受到甜蜜的爱情生活。 健康方面,蜀蛇的人在农历七月中将会受到太挂的影响。 太挂象征着平安和顺畅,预示着蜀蛇的人在这段时间里身体状况良好,精力充沛。 但也要注意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,适当锻炼,以维持身心健康。 在社交活动中,蜀蛇的人将会遇到同人挂的急兆。 同人挂代表着团结和协作,预示着蜀蛇的人在社交场合中将会受到欢迎,人际关系和谐。 这不仅有助于拓宽人脉,也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。 总的来说,蜀蛇的人在今年农历七月中将会迎来一个运势旺盛的时期。 无论是在事业、财运、感情还是健康方面都将会有积极的变化和发展。 但同时也要注意,运势的好转也需要个人的努力和智慧来把握。 保持积极的态度,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,蜀蛇的人定能在这段时间里收获满满。 在未来的日子里,蜀蛇的人将会发现更多好事即将发生。 可能是一次意外的财富增长,也可能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降临。 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,蜀蛇的人都将感受到命运的眷顾和生活的恩赐。 随着时间的推进,蜀蛇的人将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运势的转变。 在事业上,可能会有新的合作伙伴出现,带来新的项目和机遇。 在财运上,投资的回报将会更加丰厚,理财的策略也将更加明智。 在感情上,关系将会更加稳定和甜蜜,享受到更多的幸福和快乐。 在健康上,身体将会更加强健,精神也将更加饱满。 蜀蛇的人在今年的农历七月中,就像是一艘顺风的船,正是像一个充满希望和机遇的港湾。 只要把握住时机,勇敢地迎接挑战,蜀蛇的人定能在这波运势中乘风破浪,收获成功和幸福。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。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审格局,决一世之荣枯,观气色,定行年之修旧。 看一个人的格局,就能知道他这一生的枯荣兴衰。 观一个人的气色,就能知道他这一年的福祸吉凶。 格局以及气色,往往会影响人之一生。 有大格局,也有好的气色,那自然是好事。 而如果没有大格局,也没有好的气色,那人之一生就比较辛劳了。 很多人会疑惑,人与人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差距呢? 其实,差距就在于一个人的格局,以及他个人的性格和追求。 格局会影响到他的形式风格,也会影响到他未来的人生走向。 试想,机场小度之人和胸怀宽广之人,其差距不就是天壤之别吗? 就拿财富来说,为什么有些人能够过上安安稳稳的生活,再不济也能平淡一辈子? 为什么有些人就只能活在穷酸当中,一辈子都无法出头呢? 其实,穷贯的人通常会做这些傻事,结果无外乎越活越穷酸。 力气过重的人会越活越穷酸。 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特别快,你不仅会感觉到生活的压力,也会感觉到内心变得急躁起来,时不时还会暴怒无常。 快节奏的生活只会让人滋生过重的力气,这些力气会使人走向极端,从而变得失去理性。 如此,你会越活越感觉到生活没有意义。 我们不妨看看生活中的魔幻之事,有些人会为了几毛钱而大打出手,有些人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拳脚相向, 有些人会因为某些事而放弃自己的原则。 这些魔幻之事都在透露一个信息,现代人如果还保持这样的性情活下去,那终究不会活得快乐。 试想,一个人整天暴躁不堪,而且做事毫无耐心,甚至为了个人的目的不择手段,结果又怎么可能好呢? 人是不是就只能活得穷酸呢? 穷酸之人绝对有着过重的力气,它不仅会影响到你的财运,还会影响到你的儿孙后代。 静气不足的人会越活越穷酸。 有诗云,每逢大事有静气,不信金石无骨贤。 静气是什么? 就是你的财气,以及你的福气。 要想赚钱,如果你的心静不下来,那是没有用的。 一个职员,整日毛毛躁躁,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目标,那他就只能永远处于基层,别说无法把握机会了,也许他连升迁都成问题。 一个做上了某个职位的领导,如果不够镇定,遇到事情就慌慌张张,不知所措,那他的位置很快就会被人取代。 因为他的才能和德行都配不上这个职位。 人,会因为做事镇定,身怀静气而越走越远,也会因为趋势静气而逐渐倒霉。 不要觉得动才是关键,有些时候静下来,那你才能以不变而硬万变,甚至做到一子落而全盘活,直接让人生翻盘。 一个镜子就是一个人才气的体现,总喜欢赚不属于自己的钱,终究会倒大霉。 现如今,网络上有一种扭曲的观念,一夜暴红,一夜暴富,一晚上就能成为大富豪。 于是乎,无数人都希望赚到大钱,都希望成为别人口中的明日之星。 慢慢地,急躁,成为了绝大多数成年人的代名词。 我想说,越是有一夜暴富观念的人,越会赔光以往的钱财,越是想急躁地赚钱,越是中了别人的圈套,成为别人眼中的韭菜。 在资本市场里面,有这么一句话,没有人可以赚认知以外的钱。 你不懂得做项目,但你看到别人做项目发财了,所以你跟着去做。 结果,只能是你败北而归,输光了家底。 你不懂得炒股,但你看到别人在股市里面七进七出,赚了很多钱,那你就进入其中。 谁知道,股市的水会将小白直接淹没。 人,安安分分,虽然不会大富大贵,但至少能保证安稳的生活。 摆脱穷酸之气,就该从做人安分开始。 缺少谦卑和敬畏之心,很容易倒霉。 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写道,敦稀奇弱谱,况稀奇弱谷。 人,还是要敦后谱实一点比较好。 胸怀,还是要如同山谷一般比较好。 这,就是我们常说的虚怀弱谷。 做人敦后朴实,那是让自己脚踏实地,不做阴谋算计之事。 做人虚怀弱谷,是让自己活得谦卑起来,不要自高自傲,不可一世。 在这个世上,有两类人,绝对会活得穷酸。 第一类人,就是习惯斤斤计较,阴谋算计的人。 要知道,你算计别人,上天就会算计你,少点算计,生活会更和谐。 第二类人,太骄傲而不懂得收敛的人,总觉得自己无所不能,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要强。 这种不够谦卑的心态,那是要害死人的。 所以说,做人谦卑,做事敦后,那你会越活越有贵气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。 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